慈濟加拿大分会举办志工研习通试课程 有40多位民众参加 其中有许多人已经参加过很多次的慈濟活动 所以已经发愿要投入志工的行列 慈濟加拿大分会2016志工研习通试课程 让45位社区民众由一个平台认识慈濟 其实当中有些志工对慈濟早已不陌生 是透过大爱台 慈濟月刊 人文学校或各项活动 家庭幸福生活惬意的张美慧 从环保而决定做大爱妈妈 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我看到那些小孩子 他们很天真 很可爱 然后觉得他们在这个年纪 他们还愿意那么早就起来 然后来学中文 我感觉到那个快乐是我从来没有过的 我感觉我lose掉我很多的快乐 在聆听分享之后 人人应对到自己累积的感动 明白了义工和志工的不同 在于自愿 诚恳和无私 大爱新闻知识美志工 吴群芳 游德坤 加拿大报道 我 dibuj《无私》 曼你 争得对于地团